是不是江州户这边的 所有这种烧的面 都是现炒的马子呀 我以前没吃过这种锅巴炒粉 好新鸣哦 好有失业 你们没看到锅巴是吗 刺客的我太快乐了 今天是铜炉蜜的一天 昨天有看到一个截图 我今天就把这些体验吃下来 看有多快乐 这一家居然是来买鸭脯卤味 里面的那个千叶豆腐 很好吃说的事 特辣的 拌好炒料和加好香菜喽 本家朋友就要说 给你懂我这一口 哇姐妹们 我一向车出租 大哥跟我说 你要去他那个面馆 不好吃 一点都不好吃 没有人多少人要吃 师傅说 那你不要给我 要不要 你觉得要怕死我 对呀 你让我进去咋办 我把身体那样 好我跟着打马 打货货动吧 那就去铃剂 铃剂面馆量大 然后师傅说 像我这个鸽子一碗吃惯 带个小孩的呀 那你可以 师傅你小看我了 师傅说 你住字母体的 跟我儿子一样 我儿子也在住字母体 做了多久了呀 你儿子 四年 不会是大神吧 那你支持他做这个行业吗 子女妈谁都支持 老板在跟老板聊大招呼 我这个字母体的 我来吃面了 看一下这个菜单 好丰富啊 现在是非用餐时间 然后这个姐姐 她就一定要让我等着大厨回来 帮我弄 大厨现在在外面 我就先吃了这个 这看上去不辣 三十二块钱 这么大厨 哇来了 这是大厨 哇一勺香肝 起开 它其实这个汤就是清水烧的 好吃多 哇 满满一大勺香肝 加十二块钱的大排 猪肝腰花烧一起 二十块钱 免费小料一斗 是不是江州户这边的 所有这种烧的面 都是现炒的马子呀 好吃 我一直以为 腰花一定要用辣椒 去掩盖它的心味 其实完全不是 很香 这种浓油吃到吗 腰花也完全可以炒得不腥 嗯 也好吃 免费小料 居然是猪油炸 好好吃 帮我加一个煎蛋嘛 我看隔壁桌煎蛋 就是现煎蛋 泡在这个汤里面 得多好吃 这大排 吃骨了一层粉 今天都热很烂糊的 很入味 吸了汤汁的煎蛋 现煎的煎蛋 嘴香 这面条 这面条 这个美食 我们中国有很多形态 追求口感的话 还是要往北方走 追求焦头的丰富程度 就在江浙湖这边 追求它的那种麻辣感味道 就在西南FC那里寻找 南省北面 但这边也是寻南方 我感觉这个开店率 铜炒鸡肉 铜炒鸡肉 比吃粉多 应该 变小料 刨就吃 快差点好吃 点了一个锅巴炒粉 你们没看到锅巴的吗 这是不是铜炉特有的锅巴炒粉 我以前没吃过这种锅巴炒粉 好新鸣哦 好有食欲 这个应该也可以叫它炒粉干 这个就是很快的人间烟火 刺客的我太快乐了 这份炒粉多少钱呀 18块 加点辣椒 它们的辣椒有三种 没烧过的泡椒小米辣 烧过的泡椒小米辣 还有这一盆见过的油辣椒 哇 辣椒也蛮香的 我好喜欢它们 现间的大肥辣的香啊 烧过的辣椒 这间的炒粉都是这种形态的吗 好像温州就叫炒粉干 就这种美食就是你 只有这儿吧 你自己吃的才知道有多香 你很难通过镜头或者语言 自己表达它有多么的香 夹着这个粉吃呢 没有刷苦 这个锅巴不克牙 是那种软薄锅巴 有一个小吃这样吃锅巴糯米辣 我没有信我没吃正宗还是什么 就觉得那个锅巴很克牙 我就不太喜欢吃 然后还有那个锅巴包仔饭 那锅巴也是很敬啊 但是很多朋友也挺爱吃的 看点这小米辣 我现在吃不下了 太久了 真的真的太久了 嗯 冲小吃 不不不不不不 又叫我不要富豪了 不要富豪 不停收回 好 来吧 我到了 米果三块钱一个 这个皮大家可能觉得像糊米 但其实不是 它是东北大米 联盟城的一个米粉做的 里面有雪菜 笋 豆干 肉末 然后有些会放一些小稀奇 小葱在里面 哦 哦 它吃肉丝 我很喜欢这种 就这种的糯鸡鸡 它是属于 扁揪揪的糯鸡鸡 它不是那种软趴 绵牙糯鸡鸡 同路当地的朋友不怎么吃吧 因为我坐车过来 其实就说 糯米为什么好吃的 我们本地的都不吃的 我也想问为什么 可能是这样子吧 像我河川人 我也不吃河川桃鸡 这是铜炉的馒头 那个圆形的酒量馒头 它会呼吸的更快 这个就可以当早餐吃啊什么的 其实那个圆形的馒头也可以当早餐吃 但更多的一种美味大配是加红烧肉 今天刚才现发现的一个小吃 油炸的酒量馒头 它里面还包了 臭豆腐的 到了到了 在小巷子里的 它居然是个面馆 这个是什么呀 你们猜一下 这个是什么家 这个就是炸过的酒量馒头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红豆饼 把它都扒扒扒里面 这样子打 哇 第四次 好绝 这个食物是刚才那个姐姐创造的 真看不出来 感觉有点像我这种人创造的 它这个炸酒量馒头 口感比炸馒头更硬 甜酱的再来一下 酱有点刷多了 我觉得这个产品就是它的视觉效果 大于它的美味 但如果是阿姐自创的这个品 创造力加分 这臭豆腐的好臭 这臭豆腐有点 熏着熏着的臭 好臭 吃不了一点 但是就想要去 再试一口的那种状态 抓了吗 就是不试血 果然没有让自己失望呢 9连饭就挣着吃吧 多少钱 11块5 更换11.5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和换下吧 爱上我 爱咪子 跟我一起在快乐的吃喝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姐妹们 我刚才最尴尬 我上车 我没有说话 司机大哥什么话都没有说 然后 我拿出我的手机 开始对接了一下工作 发了一下语音 我话 刚说完 司机大哥 你们猜他说啥了 他说 你包里面有打包的生菜生饭是不是 闻到有股味道 不好闻 坏掉了的味道 臭掉了的味道 就是我最尴尬 其实我包里面是凉菜 没有任何的热菜 我在想是什么味道呢 可能就是我嘴巴里面出来的味道 刚才那个臭豆腐的威力 我真的太尴尬 然后我就一直 这个样子 我就把头往这边扫 好尴尬 优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